先会爱自己 再去爱别人 欢迎收听阅读茶坊 七封苦语 嫡妹福在岸上大哭 她豪得声嘶力竭 声音却未见半分哽咽 为什么世子爷要娶这个贱人 这个经中人人称赞的才女 此刻目光怨毒之极 乌言晦语 我们共同的母亲 陈夫人 一脸绿色 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沉默地助力 胡婉宁嚎啕大哭 扑进陈夫人怀中 月初 汝南王世子江熙玉上门下聘 点名要娶胡家大小姐 也就是我 胡威 胡大人高兴坏了 她年过不惑 幻海沉浮多年 只是个六品的编修 何曾想过 能与汝南王府搭上关系 当下喜得痴狂 盲不迭收了聘礼 定了婚期 可胡婉宁的脸 却越来越绿 她恨恨地 借口胃痛 让我打了一壶热水 为她泡茶 抿了一口 便全部吐在我脸上 姐姐马上就要麻雀 变凤凰了 心也了 胡婉宁眼底 跳跃着不怀好意的冷光 都不会伺候我了 确实 我点点头 胡婉宁 志得意满 还想再说些什么 我抄起 留金小胡 将里面的水 尽数泼到她身上 胡婉宁 被烫得大叫 于是就有了 今天这一出 我虽是胡家的 大小姐 却并不是 陈夫人的亲生女儿 陈夫人 生胡婉宁时难产 损了身子 以后再不能怀孕 因而对这个唯一的女儿 颇为娇宠 胡婉宁一岁时 高烧三天 烧得人都迷糊了 医者束手无策 陈夫人求遍了 京中的寺庙道观 三千台阶 她一步一扣手 磕得头破血流 终于求得了法子 道人说 此事胡婉宁命重一劫 十分凶险 破解之法 唯有找一个八字相仿的孩子 认作胡家女儿 饮下胡婉宁的指尖鞋 为她挡劫 那个孩子就是我 我饮下指尖鞋后 没日没夜地发起高烧来 症状与胡婉宁一模一样 而胡婉宁的烧 渐渐退了 陈夫人喜不自胜 命人为我准备身后事 可谁也没想到 我活下来了 我这条买来的 为胡婉宁挡劫术的命 居然如同野草一般倔强 事已至此 胡夫人也只能捏着鼻子刃了 对外只说 我身自弱 自小养在庄子里 没见过人 我就这样 成了胡家的大小姐 但何府谁人不知 我名义上是胡家女儿 其实就是个伺候胡婉宁的奴婢 胡婉宁觉得我抢了她大小姐的地位 十分厌恶我 熟久寒冬 她说簪子掉了 让我穿着破棉袄 下壶去捞 炎炎夏日 她躲在阴凉地 让我头顶着灌满热水的流金壶 在院中四肢并用 学马走路 胡婉宁在陈夫人怀中 抽抽耶耶 娘 这剑壁返了天了 将一壶热茶 全浇在我身上 你瞧 这里都烫破皮了 明日她出嫁 做了柿子飞 咱们家还不知道有没有活路 干脆 干脆我现在就悬梁自尽了 她从陈夫人怀中挣脱出来 洋装要上吊 陈夫人赶忙抱住她 一叠声地换心肝宝贝 我冷眼看着这对母女表演 是的 表演 因为下一秒 陈夫人就侧头过来 对我说 胡威 你身份低威 怎么能嫁给柿子爷 让婉宁替你去 替 我冷笑出声 柿子要娶的是我 这也是能替的 如何不能 胡婉宁愤愤道 横竖她又没见过你 况且 况且 除了我们自家 外人哪知道 胡家还有个大小姐 说不定 世子爷本来想娶的 就是我 陈夫人则高高在上道 胡威 我定不会亏待你 肯定在给你寻一门好亲事 让你风风光光地出嫁 可笑 夫人 我静静看着她 缓声说 今日之事 胡大人可知晓 胡威 胡婉宁突然咬牙切齿道 你个贱婢 看着她的模样 我心下了然 笑了笑 那定是不知道了 想来也是 胡大人 虽然对陈夫人 和胡婉宁的行径 视若无睹 但她绝技做不出偷梁换主之事 无她 只是因为官运 名声在她心中 比妻儿重要得多得多 此事若东窗事发 不仅会断了和汝南王府的关系 也会让她名誉扫地 她不可能冒这个险 这便是我的筹码 你们瞒着胡大人 我逼近胡婉宁 眼神如刀 偷偷摸摸 做这档子事 你说 她知道了 会把你怎么样 你少在这儿威胁我 胡婉宁疼地站起身来 她道 胡威 实话告诉你 今日这事 你不答应 也得答应 你这个扫把星 剑壁 下剑蹄子 还妄想飞上枝头 做柿子飞呢 你做梦 柿子飞只能是我 我不惯着胡婉宁 毫不犹豫地给了她一巴掌 清脆声响过后 胡婉宁捂着脸 恨恨盯着我 目光恨不得将我生吞活泼了 妹妹嘴脏得很 姐姐替家中兮兮管教一二 我敏敏唇 宠她微笑 胡婉宁 你的意思是破罐子破摔了 那好 反正我这一条烂命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豁出命去官府 去王府门口大闹一场 让天下人都知道 汉林胡家是这样养女儿的 自诩清流 背地里却做出这种偷梁换柱的烟杂事 生生致地 胡婉宁气了个道仰 指着我的鼻子 你你你 你敢 怎么 我眨了眨眼 二小姐觉得我不敢 见 陈夫人拽住了胡婉宁 她沉沉叹了一口气 道 爸 都是命数 这也是你的造化 陈夫人道 你往后出嫁 可要想着家里 多多帮衬些 也给你妹妹寻个好姻缘 娘 胡婉宁愤愤不平 你说神 住嘴 陈夫人同胡婉宁 交换了个眼神 她转头看我 神色竟戴上极许愧疚 从前是我对你不住 胡婉 如今你嫁给柿子 需要些体面的嫁妆 我私产里有些京郊的好田 我将她拿来做你的天庄 也算是母女情分一场 不必了 我豁然起身 道 陈夫人好意 我心领了 至于这地气 你还是留着给自己女儿吧 我走到门边 正要拉开门 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像是被人从外锁上了 我心中一惊 就在此时 后脑突然传来一阵剧痛 她大爷的 是闷棍 剧痛请客间席卷全身 我头脑发麻 软软 软软倒了下去 失去意识的最后一秒 我看到胡婉宁走了过来 她脸上 占开恶毒的笑意 我被锁在了柴房中 门外锣鼓喧天 迎亲叫好声 一浪高过一浪 迎迎喜气 与锣鼓声透过门板 震得我脑子嗡嗡响 胡婉宁与陈夫人 一不做二不休 将我打晕后 关在了柴房里 怕我逃脱 还用麻绳捆住了我的四肢 亏我还相信 陈夫人是真心实意 与我谈判 如今想来 都是这对母女演的 一场戏罢了 柴房昏暗 我费力地四处环顾 想要寻找 能划开麻绳的力气 但很遗憾 柴房周围整洁一心 很显然是被人 仔细打扫过 连片叶子也没留下 我暗暗叹息 轻轻嗓子 大声喊了起来 无济于事 外面嘈杂喧闹 直到我喊得嗓子都哑了 也没人注意到 这柴房中的动静 难道就这样认命了 不 不行 总还有办法的 我躺倒在地 像枝残一样挪动身体 使出九牛二虎之力 费力地挪到了门边 许事离外面 只有一墙之隔 那喧闹声听起来 又大了许多 我咬咬牙 决定豁出去 用吃奶的镜 不停撞着门板 发出咚咚声 门板脆弱 几分钟后 便被我撞得震战 看起来松动些许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一道惊诧的声音 狮子爷 不可呀 您 一股大力随之而来 哄 我猝不及防 摔倒在地上 门被人踹开了 阳光瞬息间 盈满了黑曲曲的柴房 我倒在地上 眼镜被赤剩的光线一晃 刺得生疼 紧紧闭上了眼 但很快又睁开 来人穿着金线织绣的喜服 游龙蜿蜒 灿燃生辉 比太阳光还黄眼 他目若嗅水 鼻若玄胆 生的是一副 玉智金像的好样貌 无可挑剔 我愣住了 这才是 我要娶的胡家大小街 他沉沉开了口 转头对愣在原地的 胡大人道 胡大人 你找个冒牌货来糊弄我 是什么意思 我这才发现 他身后还跟着一群人 胡婉宁同样身穿喜服 听到冒牌货一词 紧咬下唇 渲然若气 这 这 胡舒恶然 玄机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 他愿怒地冲臣夫人吼道 独妇 你都干了些什么 陈夫人擒着泪花 老爷 都怪我 我是一时鬼迷了心窍 他是要把罪责都揽到自己身上了 胡舒不停朝江席玉行礼 语气里满满的是讨好 世子爷 都是见内起了贪性 做出这等子烟渣式来 下官 下官 一定将他严惩 但我这大女儿也找到了 可 我两个女儿都是无辜的吧 您看 这是不如旧 化繁为简 可 都是一家人 自然是和和美美为好 且莫叫旁人看了笑话去 江席玉置若罔闻 动作轻柔地替我松了绑 我抚了抚胸口 看向胡舒 胡婉宁 陈夫人等一干人 冷笑一声 胡大人说得好声轻巧 我声音轻烈 胡婉宁无辜 正是他嫉妒我嫁给世子 大婚前夕 伙同母亲将我打晕 关在柴房之中 为出阁的姑娘 心思竟如此歹毒 姐姐 胡婉宁楚楚可怜 你竟这样空口白牙 乌人清白 妹妹明明什么都不知道 你这意思 是你被打晕了 送上花轿的吗 连鞭都不会鞭 土惹人耻笑 还有你 你还害怕旁人看笑话 我看向胡舒 胡大人 你正妻无德 天心偏到秦淮河 河府上下谁人不知 胡婉宁对我将我当作丫鬟使唤 非打极骂 而你装聋作哑 视而不见 我们胡家 早就是一团污糟的败叙了 哈哈 你们 有一个算一个 看着光鲜亮丽 其实早就已经发烂 发臭 我喊得生死历劫 万类俱寂 江熙玉定定看着我 神情复杂 胡舒显然没想到 我会毫不留情 扯下这层遮羞布 她嘴唇吸动 气急败坏 恼怒地伸手来打我 你这丫头 说得什么疯话 那只手却停在半空 被江熙玉牢牢攥住 她一声轻笑 一甩手 慢条丝里道 胡大人好大的官威 连汝南王府的柿子妃都敢打 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 有没有君父 下官不敢 胡舒一改嚣张气焰 卑躬屈膝 江熙玉手指轻轻一点 陈夫人 笑道 胡大人打算怎么处置她 下官 下官必定让这毒妇 跪上半个月的祠堂 不必这么麻烦 江熙玉道 她已然犯了气出之条 她的话未说尽 引在乍起的微风中 对胡舒轻轻一笑 昭然若揭 陈夫人浑身僵直 她冲上前来 砰得跪倒在地 拉着胡舒的袍居 哭道 夫君 夫君 你不能休我呀 我为你生儿育女 胡舒愣在原地 胡大人这顶乌纱帽 江熙玉站起身来 她的身量很高 其长如修竹 比胡舒高出大半个头 她低头 伸手扶正了胡舒的官帽 轻声道 可要仔细看好啊 胡舒机灵一下 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 她咬着牙 一脚踢翻了豪哭的陈夫人 又果断上前 给了胡婉宁一耳光 你们两个蠢货 蠢货 贱负 我修了你 声浪此起彼伏 江熙玉回手来牵我 她逆着光 嘴角缓缓弯起 眼睛亮得像脆过火的刀刃 娶到你了 大小剑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 嫁给了江熙玉 当然 这场婚事中 女方的亲眷十个 有九个不高兴 拜堂时 胡婉宁更是差点气哭 可我不在乎 只要胡家人不高兴 我就高兴了 嘻嘻 江熙玉看起来像个良配 不是良配也无妨 总比我在胡家 受尽七零要好 唯一不太顺心的就是 陈夫人最终 还是没被休憩 她哭天喊地 寻死密活 甚至求到了自己母家 被老陈大人 请动家法 一顿好打 打完压着她来 向我认错 老陈大人 低三下四 陈夫人 泪流满面 颤颤巍巍 要冲我磕头 被我拦下 我也不好再说什么 毕竟本朝 以孝治国 当今陛下 更是孝道典范 人人崇尚举孝脸 父可以不辞 子不可以不孝 不孝是罪 老陈大人这一手 以退为进 当真是好手段 陈夫人就这样 保住了自己的 主母之位 但经此一事 胡家名誉扫地 胡书升官发财的 美梦破裂 还被同僚当成笑柄 在家暴跳如雷 胡婉宁的闺遇 更是近毁 她原是京中有名的才女 受尽轻眼 甚至被郡主递过帖子 邀请赴宴 但现在 人人都知道 她有个偏心的歹毒母亲 是个打晕嫡 代嫁的恶毒货色 人人敬而远之 就连交好的段家 爱慕胡婉宁的远房表哥 也忙不迭派人送来 两家往来的书信证物 当着陈夫人的面烧毁 那小思更是说 我们主母说了 既然姐儿一心想要攀高之儿 做出如此行径 两家以后就不必再来往 陈夫人气得差点晕过去 我听着八卦 在王府嘎嘎乐 但很快 我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 姐姐 我贸然上门拜访你和姐夫 你不会生气吧 胡婉宁听听听 立在庭后 双眸寒水 楚楚可怜 会啊 我皮笑肉不笑 她被我的话噎了一下 几乎维持不住柔和的假面 脸上表情扭曲 咬碎一口牙 你既然知道我不喜欢你 还来上门干嘛 我有些好奇 讨闲吗 胡婉宁表情扭曲到了极致 她猙獰地笑了笑 嗓音软得惊人 姐姐这是说的什么话 阿娘说 你虽已经出嫁 但还是我们胡家的女儿 要多多帮衬才是 胡家的女儿 我扎摸了下这几个字 嘖嘖称奇 当年你欺辱我的时候 拿棍子打我的时候 可不觉得我是你姐姐 是胡家的女儿 名人不说暗话 胡婉宁 你是不是走投无路了 没人乐意与你交际 嫁也嫁不出去 陈夫人才让你来 摸我的门路 此话一出 胡婉宁脸色由轻转白 又白转红 最终转黑 我几乎能听到 她咬牙的咯咯声 胡威 她道 你别 给脸 不要脸 胡二小姐 我倚着柱子 抱毙对她笑道 你说这句话之前 要不要先想想我是谁 当年的胡威 可以认她欺辱 但现在的我不会 胡婉宁紧紧盯着 我气定神贤的脸 慢慢样起一个微笑 我还没来得及疑惑 她突然上前 执着我的手 狠狠给自己来了一巴掌 而后软倒在我身下 眼泪瞬间 迎满她白皙的脸庞 胡婉宁哭得一抽一抽 姐姐 我知道你素来厌恶我 可我对姐夫的轻悟 又有什么错 我对不起你 我不该顶替你代价 可那都是因为我情难自艺 对 对姐夫情根深重 我惊呆了 这变故几乎发生在眨眼间 我都来不及反应 胡婉宁扶地呜呜地哭 她微移的粉裙沾了泥土 脸上红印醒目 病发微乱 看上去我见油脸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转头 果然看到一抹暗紫色 江西玉长身玉立 马尾用上好的清玉观 高高竖起 她手还保持着开门的动作 看着我又看了看倒地的胡婉宁 神色复杂 我不得不说 胡婉宁很会把握男人的心理 她完美地演绎了一个心里 只有情爱的痴情柔弱女子 还是个美貌的痴情柔弱女子 很能激起男人的保护欲 纵使这个柔弱女子有些手段 那也无伤大雅 就是不知道 陈夫人身为主母 这些胡妹子手段 是谁教的她 江西玉缓步走了过来 我条件反射的开口 不是我 她看都没看我一眼 静止走到了胡婉宁身前 胡婉宁双目寒情 戚戚爱爱地望着她 姨妹 姐夫 我真的很想知道 江西玉微微低下头 面无表情地看着胡婉宁 清泉般的眼眸中一片平静 你是不是真的不要脸了 胡婉宁温柔可怜 还带点窃喜的表情 瞬间僵在脸上 她有些茫然地轻轻眨了眨眼 姐夫你在说神 假摔得这么拙劣 你是当旁人都瞎吗 江西玉居高临下 神色淡淡 你干脆把我眼睛抠了 看不出来呀 你小子 这么会说话 多说点 还有 汝南王府是你家吗 想来就来 江西玉冷冷道 我夫人不欢迎你 看不出来吗 做人总要有点眼力见吧 做茶做多了 不知道人怎么做了 妙语连珠 胡婉宁爆发出一声乌液 她飞快地爬起来 抹了把眼泪 连基本礼仪都顾不上 随不着跑远了 江西玉不知 从哪摸出块帕子 仔仔细细擦干净我的手 又力道适中地按了按 她脸皮糙肉厚的 她被怀关切地问 没打疼你的手吧 我控制不住地笑出了声 江西玉 韦时是个好夫君 老汝南王是个痴情种子 一生只娶了王妃一人 从未那妾 西夏更是只有江西玉 一个独子 在诸多妻妾成群的藩王中 可谓独树一帜 现在 老汝南王还和王妃在外云游 而江西玉也成了她父亲的优良传统 我嫁过来后发现 她后院里别说通房美妾了 连个妙龄的奴婢都没有 只是有一事 我咬了一勺酥酪焦樱桃 边吃边问 你说是因为什么娶我的来着 是 江西玉对答如流 因为你小时候救过我 她嘴皮子非常利索 我顺滑地讲出一个小时候 落难被救一见钟情 长大来报恩的故事 主角儼然是我和她 我的勺子停顿在半空 仔细想了想 摇摇头 你兴许是认错人了 我用力看了看她的脸 在脑海中搜寻无果 道 我从未救过长成你这样的 几年前的雨夜 我是救过三个倒在路边 生死不知的乞丐 但也只是给了她们一些食物 毕竟我自身难保 也没有银钱将她们妥善医治 就是你 江西玉看起来不想讨论这件事 她糊弄道 那时候长得丑 现在长开了 我仔细想了想 似乎是有个模样很周正的 衣上沾了血污 你是不是穿了月白色的内衬 我慢慢比划着 带了块这样的玉 白色的 江西玉忙不迭点头 没错 是我是我 她握住我的手 她握住我的手 神情恳切 那个就是我 微微 哎呀 老想这些干嘛 京郊有跑马场 去不去 我抽出了手 骗人 我道 刚刚是我编的 那人身上明明什么也没有 是 对 江西玉立马换了口风 我记错了 哎 这么长时间的事了 记忆出了披露 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当时什么也没带 你确定吗 我打断了她的话 只是她的眼睛 刚刚那句话 也是我骗你的 江西玉的神情将注 她眨眼都变得小心翼翼 飞快去了一眼我的神色 低下头 不说话了 你说我救了你 记得我的长相 但为什么你记不得当年的穿着 支支吾吾 模棱两可 你再想想 我救的到底是几个人 真的是三个吗 我越想越奇怪 你到底是什么人 江西玉长劫轻颤 她的神态 肉眼可见地正色起来 微微 我不想骗你 她轻声说 我怕你知道之后会 害怕我 会远离我 我有什么好害怕你的 我莫名其妙 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你说 江西玉目光幽远 沉沉叹了一口气 微微 过了半晌 她哑着嗓子 开口道 你相信 人会死而复生吗 我听旁人说过 现在流行的话本 什么神神鬼鬼 穿越重生 在京城可谓火爆 但我不识字 什么也没看过 我很是吃惊 短促地哑了一声 她没有隐瞒 和盘托出 江西玉说 她上辈子亏欠我许多 她没想到 玄玄赫赫的汝南王府 也会被皇帝猜忌 一朝落难 被贬为庶民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 嫁给了她 想看这位昔日王府 世子笑话的人 有很多 我拿着扫帚 站在门口 将他们一一骂走 后来 老皇帝病重 三皇子 与五皇子夺底 江西玉 与三皇子交好 助他打赢了许多场仗 被官赴原职 但五皇子困受游斗 趁深夜发动宫变 江西玉拼死护驾 被一只冷剑射中心口 他说 死后他并未转世投胎 而是变成了一缕孤魂 游游荡荡 走到我们的家中 他看到 从来都害怕刀剑利器的我 在饮下一杯酒后 拔剑自吻 我询问了上辈子 胡家的下场 江西玉挣了挣 摇摇头 我只知你是被家里 安排着出嫁 婚事仓促 连拜堂都没有 江西玉到 婚后你并不爱提起家中 只说是关系不睦 我愁愁一下 还是将身事告知 江西玉静静听完 一把抱住了我 我只想着早日将你娶过来 但我没想到 他声音有些闷闷的 迎亲那日 一看到穿着嫁衣的身影 我便认出 那不是你 招募相对 日思夜想的人 我不可能认错 抱歉 让你受苦了 我正正地 伸出手回抱住他 莫大的情感 瞬间将我淹没 江西玉埋在我肩头 几乎要将我揉进他的身体里 他终于 无法抑制地 滴滴地 发出一声唾泣 自那以后 我们好像多了很多话 江西玉说 要将前世所有补偿给我 他开始教我读书 我自小就没读过书 陈夫人说 我这样的蠢笨脑袋 读了也读不懂 干脆不要识字 女子无才便是德 但对胡婉宁 他便又换了一套说辞 请来女兮席 悉心教导 女兮席在家中讲学时 我暗暗地听了几耳朵 是教导女子德性 妇容妇工 我本以为我也要学那些 可江西玉说 我们微微 才不要看那些 他教我读大学 中庸战国策 读唐诗诵词 学算经 他说女子读的书 本就应该和男子 读的书一样 人生天地间 其实别无二致 但女子被归属在后院 还要学女德 女界 为她们的精神上 第二道枷锁 他告诉我 三皇子之下 已经开设了女子书院 现在的举孝连 全凭地方官推举人才 使得朝中军事世家大族的子弟 他们沆瀉一气 互相勾结 寒门学子难以出头 纵使做了官 也会被世家排挤 先帝时 甚至还有前线吃了败仗 朝中请杀寒门小官 以定军心的例子 江西玉说 三皇子想要改掉这茶举 转为不看出身门第 人人通过考试做官 我每日鸡鸣而起 读书独至天黑 但我还是十分欢喜 书实在是太好的东西了 之前胡婉宁读书时 我多听两句便要被他骂 还会被伐扫茅房 我从未像现在这般 想看多久看多久 想看多少看多少 闲暇时 江西玉也会带我去打马球 促居 两年时光 一晃而过 再见到胡婉宁时 他已然成了五皇子的外事 他在经中的名声已经臭了 没有清白 熏贵人家会让自己儿子 娶个心似活泛的媳妇 胡婉宁看着是要嫁不出去了 他另寻门路 自见枕席 将自己送到了五皇子府上 五皇子素爱美人 也爱才情高的才女 将胡婉宁收作外事 千娇百媚地宠着 整个胡家都沾了五皇子的光 胡书升了官 终日喜不自盛 胡婉宁洋洋得意 自觉压了我一头 终日穿得像个孔雀般 来我府上耀武扬威 只是十次有八次 都被小厮请了出去 我冷眼看着 江西玉说 上辈子 五皇子的下场极为凄惨 他死后 他的母族 妻族 机械 门客 一概被清算 被斩首者数百人 血流飘鲁 是胡婉宁自己要作死的 我没有义务提醒他 胡威 胡婉宁眼唇 看我的目光中是毫不掩饰的恶意 你现在可要向我行礼了呢 你以为自己飞上之头了吧 哼 可我还是嫁得比你好 我晒笑 没听过有世子妃向皇子外室行礼的道理 胡婉宁一致 握紧了拳头 他咬牙切齿道 胡威 你在高傲什么 哼 从小到大 你都是被我踩在脚下 走了狗屎运当上世子妃而已 现在不也还是被我踩在脚下 夫君说 待他登基 便将我封为贵妃 他眼波流转 真想看看 到时候你趴在我脚底下 像狗一样求饶的模样 我被他蠢得头疼 戳了一口茶 胡家多年骄养 我道 看来是把你养得人脑分离 出门不带脑子 胡威 胡婉宁勃然大怒 我眯他一眼 吏声道 汝南王府不欢迎你 阿全 送客 胡婉宁冷冷地一甩袖 他眼神瞟向我拿着茶盏的手 又看了看我 脸上浮出一个残忍猙獰的笑 到时候了 你说神 我突然一阵目眩 眼前天旋地转 无力感涌上四肢百骸 茶盏碰地掉到地上 四分五裂 他在茶里下了药 我勉励想要支撑自己 却无济于事 衣袖尾地 我眼前发黑 逐渐失去意识 柿子飞 柿子飞 一道刻意压低的男生 将我唤醒 我头脑发胀 眼前猝不及防 塞满一个男人放大的脸 他 没穿上衣 我脑袋里翁的一声 缓缓看向自己 只剩了一件报复 我心中暗骂 环顾四周 床上尽是凌乱的衣物 但我衣服干爽 身上并无不适 很显然是胡婉宁设的局 我披上衣服 男人笑了笑 道 柿子飞 你还记不记得 我打断了他的话 记得 眼前这个男人 是我少时 有过朦胧好感的对象 书生王玉 我还为他绣过香囊 但胡婉宁很快知道了 我这点微不足道的情意 他只是勾勾手 王玉便迫不及待地 将香囊扔到我脸上 转而对他百般讨好 胡婉宁认了你什么 我给你双倍 听了这话 王玉挑了挑眉 露出一丝猥琐的笑意 他给我的 你可给不了 他笑着说 二小姐说 只要演了这场戏 带五皇子登基 他做了贵妃 便让我做官 你给得起吗 我冷哼出声 他随手画的大饼 你对水吃了三年 王玉还想再说些什么 门被人从外打开 胡威 胡婉宁不怀好意地 窃喜挡也挡不住 他眼神在我和王玉之间 来回缩寻 堂堂世子妃 居然在和男人偷情 胡婉宁稍稍侧身 露出身后神态各异的面孔 我粗略地扫了一眼 有陈夫人 还有许多京城贵女 胡婉宁是打定主意 让我身败名裂 我抬眸 道 这就是你污蔑我的伎俩 人正物正俱在 你还想抵赖 胡婉宁道 你与这男人旧情复燃 做出此等肮脏的事情来 不守妇道 你就该被禁猪笼 陈夫人在他身后帮腔 我这大女儿 自小便是个不懂事的 飞上枝头了 也不接济家里 白眼狼一个 得志便猖狂 那些人滴滴地议论起来 世子妃平日里挺好的 没想到 爱 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站起身来 缓声说 胡婉宁 你怎么知道 我是旧情复燃 你认识他 胡婉宁一愣 旋即声音更大 胡威 你想污蔑我是不是 我看到过 你给他绣香囊 哦 我点点头 所以 香囊呢 少时那个香囊 早就被我扔进火里烧了 胡婉宁语色 支支吾吾 说不出话来 胡婉宁 你又是如何得知我在此的 自然是凑 凑巧今日我在这偷情 凑巧你今日登门 又凑巧带着一堆人 凑巧打开了这间房门 我只是胡婉宁 天底下哪有这么凑巧的事 你说这话自己信吗 物证没有 你见到这人便说 我与他旧情复燃 看来你认识他呀 种种迹象 倒更像是你设局谋害我 置地有声 胡婉宁显然没背好完整说辞 他乱了阵脚 说不出一句话 我冷声道 毕竟 上次也是你将我打晕 设计代价 胡婉宁 这些手段 你早就守到擒来了 不是吗 世子妃说得对 贵女们交头接耳起来 这胡二小姐本来就是那样的人 嘖嘖 你没听说过那事 好恶毒的心思 胡婉宁脸色越来越难看 我高声道 今日府中当职的是谁 阿全 将他们分别带下去拷问 若有一人说辞不一致的 全部乱棍打死 我倒要看看是谁处心积虑要谋害我 你敢 我为什么不敢 我说 我是汝南王府的世子妃 是府中的主人 你有什么资格对我说这个感字 胡婉宁怒道 胡威 你这是要逼供不成 若你是无辜的 这方法也能证你清白 不是吗 我道 你急什么 除非 你心虚了 胡婉宁气地颤抖 沉默两秒 突然快步上前 宁笑道 是 是我又如何 把这些告诉你也无妨 横竖你也要死在这儿了 他拆环晃动 义得至满地低声道 胡威 我夫君已经进宫了 呵 三皇子和你那世子也活不久了 待我母依天下之日 你早已成了种中一把枯骨 从小到大 你都不可能胜过我 他笑着 微微垂头 恶意盈满 若是你跪在地上求饶 我可以给你一个全尸 我的回应非常简单 我猝然出手 狠狠扇了他一耳光 滚 胡婉宁脸色变幻 最终带上蔑视的笑意 他拍拍手 一小队侍卫鱼冠而入 他默然下令 杀了他 我根本来不及反应 侍卫举着长剑 便向我冲来 生死攸关 我侧身想躲 常见的破空声 在此刻格外明晰 我举目看去 不远处 将袭玉策马而来 面色如玉 银甲翼翼 折射出耀目的光辉 他再度搭弓射箭 瞄准另一个侍卫 济西之间 胡婉宁带来的侍卫 全部倒地 他恶然回首 不甘心地看着江袭玉 发出撕心裂肺的咆哮 江袭玉冷冷道 为数人业以扶诛 三皇子登基为帝 为是五皇子的名讳 胡婉宁不敢置信 整个人疯了班 大喊大叫 痛哭出声 江袭玉没有理会他 他搭弓 弓弦征征 这一次 瞄准的是王玉 三皇子 应该说是新帝 将胡家定了死罪 有我行刑 我站在池塘边 身判是呆立的胡叔 陈夫人 胡婉宁 再远一点 甲兵森燃 把守着整座院子 胡婉宁鬓发散乱 疯癫造狂 哭着求我放他一马 我朱油蒙心 我再也不敢了 求求你 好姐姐 求你了 到了生死关头 他呜呜痛哭 不断说着对不起我的话 我挥挥手 两侧的甲兵 揪起胡婉宁 毫不留情地将它扔到池中 扑通 水花溅起 胡婉宁奋力挣扎着 衣袖在水中散开 却被我摁住头颅 使劲下压 你还记不记得 我问他 小时候 你说簪子掉进池中 让我穿着凹子下水去找 那水冰冷刺骨 我找了又找 差点死在里面 你记不记得 可你最后哈哈大笑 说簪子落在了脚边 胡婉宁嘴边冒起 咕噜噜的泡泡 似乎在说些什么 不用听我也知道 无非是些忏悔之言 可我不需要忏悔啊 我只要他死 甲兵又押来陈夫人 他看着胡婉宁的惨状 目字欲裂 不断咒骂我 胡威 你这个不孝不惕之徒 白眼狼 如果不是我收养了你 你早就死在外面了 他同样被沉入水中 你收养我 本来就是为了让我替胡婉宁挡灾 我这条命 十几年前就该死了 不是吗 我冷眼看着他 是我自己命大活了下来 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陈夫人在我手下不断挣扎 咒骂 胡婉宁已经断了气息 身子漂浮上来 大袖缠住了陈夫人 这也算你们母女的好归宿 我一字一句地说 多亏我 心善 我手上猛然用力 她沉了下去 湖面彻底平静 也不过一盏茶的时间 陈夫人也飘了上来 我轻轻地笑了 生来至今二十年 我从未如此快意 小时候 不知道自己身世的时候 我常常在深夜痛哭 然后竭尽所能地讨好陈夫人 想要得到她的一丝母爱 想要和胡婉宁友好相处 但都是徒劳 我甚至觉得 是我做错了什么 不是的 直到小时候 胡婉宁跪着 让我替她目足 我擒着泪问她 为什么不能好好相处 她哈哈大笑 告诉了我真相 原来我这条命 就是为她挡灾 陈夫人的心 从开始就是偏的 她视我为仇寇 视我为扫把星 拿针扎过我的八字 向上苍祈求我横遭灾祸 我拍拍手 站了起来 至于胡叔 我可没兴趣 让他们一家三口团聚 胡叔被抹了脖子 同五皇子的诸多 同党一起 挂在城门口市中 新帝登基后 开始了历经图治的改革 老汝南王 已经卸下王位 专心和王妃游山玩水 江西遇袭王位 成了新帝最得力的府币 新帝登基的第三年 废掉了举校帘 改为统一的科举考试 不看出身 不看门第 只看才学 朝堂之上 渐渐不被士族垄断 寒门 底层读书人 终于有了向上的路途 科举三年一考 新帝登基的第七年 我以女子之身 同十几名女子一起 堂堂正正走进了乡市考场 江西遇为我备好了包袱 她挑眉一笑 眸中宛若光滑流转 微微 我就知道 你会是振翅的红虎 后宅 庭院 困不住你的 我紧紧抱住她 若有幸 以后一起上朝吧 故事二 弟弟中考五百二十八分 比我当年少了刚好二百分 爸爸却大喜过望 给他交了三万多择校费 送他去重点高中 指着他 对亲朋好友炫耀 这是我们老刘家未来的希望 铁定能考个好大学 光宗要组 可是他们没想到 三年后 弟弟三本都没考上 而我 以社会青年身份参加高考 去了清华 家庭聚餐后 我在厨房洗碗 默不作声 听爸爸把弟弟夸得天花乱坠 齐亚高中一本率 可是百分之八十 以后妥妥的名牌子大学 还有 哎 女娃娃不行的 你看刘南 每个月三千 还得住家里 有个屁用哦 我深吸了口气 面无表情地将眼角泪水擦干净 我没享受过明目张胆的偏爱 中考后 爸妈背着我 偷偷给我报了定向师范 回来后 像是难得有些愧疚 男男 家里困难 你能理解的对吧 再说 读个高中风险多大呀 万一你成绩下滑 考不上大学了呢 对啊 我能理解 我必须理解 否则就是 不懂报恩的白眼狼 我擒着泪点头 任凭他们轻描淡写 否定我全校第一的成绩 拖着行李箱 来到离家千里的中专 过完了自己自足的五年 这五年 爸妈没给过我一分钱 因为学校不需要学费 还会补贴生活费 毕业后分配工作 只不过 需要返回户籍地 执教五年 而今年 是合同协议上的第二年 我经常反思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他们才会如此偏心 于是我省吃俭用 每月三千一百二十八元工资 两千给了爸妈 让他们改善生活 可是他们转头 就去给弟弟买了高中 我给他们买衣服买鞋子 他们嫌弃款式不好看 让我大冬天冒雨跑商场 换个两三次 最后横鼻子竖眼亨道 还行吧 凑合穿 而弟弟只要一句 父亲节快乐 就能哄得爸爸喜笑颜开 说他听话懂事 我包揽了家里所有家务 却仍被指着鼻子骂 怎么把你弟的校服 洗褪色了 会不会做事情 老子生头驴 都比你听话懂事 再后来 妈妈隔三差五提起我的婚事 她会说 楠楠 你今年也二十一了 妈妈在你这个年纪 都有你了 要尽快找个男人撒 否则等你弟去大城市工作了 老家房子一卖 你那点死工资 租房都租不起 而在给弟弟庆祝录取的宴席后 她图穷比线 昨天婶婶还说给你做媒 王伯家那个儿子 你有印象吗 她家拆迁了 三套房呢 要是能拿一套给你弟弟 她以后就不愁娶媳妇了 王伯家的儿子吃喝嫖赌 蹲过两次橘子 甚至酗酒斗殴 把人揍进ICU 再缺心眼的母亲 也不会把女儿推进这种火坑 我试着拒绝 听说她品性不太好 挨风言风语听不得 家里有钱 会疼人就行 我给她看过你的照片 小伙子蛮积极的 我看值得托付 这时 我才绝望地明白 他们眼里只有弟弟 于是我乖巧温顺地说 这么好吗 妈 你可得安排我们见面 我长相属于甜美系 班上的孩子们最喜欢我 说我最最温柔漂亮 而王旭在看到我第一眼时 就满眼放光 他对我很感兴趣 男男是老师啊 老师好啊 对下一代子女教育好 清闲 我家小区好几家老婆是老师 小孩都考上了重本 男男要是嫁到我们家 保准教得比他们还好 说不定能让我儿子上清华 我垂头笑了笑 王旭却以为我在害羞 喋喋不休了两个小时 炫耀他从天而降的好运气 回去后 似乎向家里表示了满意 因为妈妈看完微信 笑得见牙不见眼 哎哟 你看这小伙子懂事的 就已经改口叫我岳母了呢 不行 得提醒提醒他 拿点礼物来我家登门拜访一下 没点诚意 怎么好意思娶我家喃喃的 那个瞬间 我很想说不要乱占人便宜 但我忍住了 按照以往经验 在爸妈看来 占便宜的是他们 还本复兮的却是我 他们不在乎 那个夜晚 我回到房间痛哭了一场 彻底撕碎所有对于亲情的希望 然后咬着唇 一边啃知识点 一边坐着买来的高中习题集 直到趴在桌上睡去 因为我享受了国家五年的免费教育 生活补贴 我有义务和责任去履行那份 师范生公费教育协议书 我得认真对待我的学生们 所以我给自己定的离开时间 是三年后 也就是弟弟高考的那年 这个暑假 为了躲避王旭 也为了挣点外快 我干脆带了五份一对一的书法兴趣班 师范里什么课都学 书法是我练习最久的 七年下来足够教人 其中一个小孩家里很有钱 住在郊区别墅 一楼客厅摆放了一架钢琴 钢琴平日里都没人碰的 这天辅导课快结束时 我却听到悦耳清零的钢琴声 不由道 冯兴 谁在弹呀 没有你架子鼓耍得好 沈冯兴是个很臭屁 爱耍酷的漂亮小朋友 对于这种傲娇的孩子 要多夸 果然他开心地道 是我堂哥 他放假回来了 嗯 我微微一愣 边整理宣纸和背帖边走下楼 去了北大的那位 沈冯兴连连点头 那就是沈林 他初中和我同届 我俩争过一段时间第一 多数时间他拜北 每次年级成绩单出来 总在我底下紧挨着 因此我对这个名字印象深刻 后来高考 他已省钱时的成绩去了北大 现在应该是大四 一转眼 这么多年了 我有些恍惚 从楼梯走下 看到坐在钢琴前的青年 面容沉静 他微垂着头 眉间碎发遮住眼眸 隐约只看见细密的长节微颤 跳跃在琴剑上的手 修长有力 骨节分明 在窗外夕阳照耀下 像是一件白瓷打造的艺术品 我没敢多呆 别过脸匆匆离开 直到挤上公交车后 一摸手提袋 才发现顺路打印的几套 高考习题册 落在了沈家 不得已折回 刚敲开门 就看到沈林那张 清俊帅气的脸 他了然道 来拿资料的 说着 把博古架上的习题册给我 清孝 你还带了高中生家教吗 六颗全部不及格 这俩月估计你得累得够强 我接过资料 沉默片刻 其实是我做的 沈林眉梢一扬 嗯 我索性破罐子破摔 师范前三年 和高中课程差不多 但我当年摆烂 基本没学 现在重新自学了一个月 总分加起来过了三百分 已经很满足了 说着 我将那达四指 胡乱塞进手提袋 窘迫地想找一个地方钻进去 这种尴尬感难以言喻 隐匿于暗处的努力 在破土而出前 是见不得人的 就在我慌不择路 想要逃走时 沈林却叫住了我 那什么 她像是疑惑 瞬间明白 什么后又像有些焦躁 民谨保存 最终还是试探到 刘南 你需要辅导吗 我没有理由拒绝 她正儿八经读过高中 去了北大 我急需这样的领路人 于是这个暑假 我在兵荒马乱里度过 晚上疯狂刷题 白天做家务 备课 到网吧 做校园 微课的PPT 录制视频 准备书法课程 然后提早一个小时 去沈家 沈林卉借机 给我讲解思路 说怎么由上到下 搭建思维框架 聊一些提高效率的方法 她喜欢坐在一楼 落地窗前 这里能看到花园 阳光从繁密的 木叶间温柔洒下 穿过她腕骨上的 玉制转运珠 我注视着 那节轻瘦的腕骨 微微出神 直到沈林收起 批改的红笔 感叹 四百九十三分 两个月 你当年没读高中 真是太可惜了 我只是笑 沈林也笑 如果你去了 说不定又是 被你碾压的三年 我将并边的头发 扶到耳后 飞快定正通红一片的 试卷 头也不抬到 没有如果 沈林沉默片刻 认真地道 但你有以后 我听沈林说起 北大的生活 那里有丰富多彩的社团 有冬日结冰的卫明湖 有复古的青工楼阁 有和隔壁清华 争抢作世界一流大学的 嬉闹 还有各种业界 或者学术讲座 暑假结束的前两周 沈林提前返校了 我来给沈冯兴上最后一节课 上完课 我捏捏她的脸告别 小朋友在新的学期 要好好听课 听到没有 知道了知道了 别摸头了会长不高的 沈冯兴拍开我的爪子 掏出两个盒子 慢吞吞道 这一个大一些的 是我给刘老师的礼物 小一些是林哥刚寄回来 托我给你的 哼反正肯定没我的好 他嘴上说着不屑 眼睛却巴望过来 是什么呀 老师快拆开看看 多大人了 还在乎这些 我哭笑不得地顺她意思 打开礼盒 正住了 里面是四枚北大徽章 一枚长方形 三枚圆形 还有一枚齐亚高中的 毕业戒指 沈林仿佛送回来了 我失落的这些年 五家授课地点都不算尽 炎炎夏日 来回折返 回到家都是满头大汗 这天我终于结束 整个暑期授课 到家洗了把脸 就听到弟弟在沙发上喊道 姐 你是不是上完课了 发工资没 给我买部手机呗 我挤了十四站公交车 没舍得买矿泉水 又热又渴 来厨房倒杯水喝 就看见静默在池子里 没洗的碗筷 我气不打一处来 走读要手机干什么 弟弟理所应当 同学们都有啊 就像耐克鞋 不买的话 大家会瞧不起我的 不行 我强忍怒火 现在手机太容易上瘾了 你会管不住自己 总想着玩一玩 耽误学习 等高中毕业再说 弟弟 谁说我管不住 好 你有自控力 我终于忍不住了 将手里水杯啪哒一下 重重搁在暗台 那你答应了 早上洗得完 怎么非得拖到现在 等我回来 爸妈有事出去了 你动动手指头 都不愿意 暑假快过去了 你一天到晚都在干什么 晨昏颠倒 睡醒了 就是打游戏 给你抱的预科班 也没去上 吵嚷着氛围不好 你基础本来就比别人薄弱些 不抓紧赶上高中怎么办 或许是我罕见的发火 弟弟只敢小声嘟囔 洗碗不本来就是你的事吗 这么多年都是你做 我懒得和他多费口舌 飞速刷了碗筷 回到房间 碰的一下关上门 掏出耳机来练英语听力 不知过了多久 妈妈来敲门 他神色暗沉 你说你 发那么大火干什么 不就三个碗没洗吗 你弟现在还闹别扭 不吃晚饭 我心里冷笑 关我屁事 这么大人了 吃不吃饭 还要看别人脸色 惯着他了 面上却诚恳 对不起 妈 确实是我的错 他脸色稍稽 和我道歉干什么 待会去给你弟道个歉 还有手机 两个月补习班 也挣了点钱吧 那种一两千的便宜货就算了 给你弟买个好点的 能多用点时间 许是他的语气太理所当然 我一时间哑口无言 见我没反应 妈妈不满道 哎 实在不行 让王旭那孩子给天宰买吧 他前些日子还说要送我手机呢 我深吸口气 挤出一个笑来 八字都没一撇呢 怎么好意思这么麻烦人家 弟弟的手机当然我来买 等定了婚再让他孝敬您不迟 妈妈满意地走了 关门生后 我开始下载银行了 家里人偶尔会查我的网上转账 所以18岁那年 我单独办了张公行银行卡 手机里工商那不用完就卸载 也没有设置任何短信提醒业务 这次暑假五份兴趣班 我谎称只带了两家 收入六千 其实有两万左右 剩余的钱 我让家长打到了这张银行卡 现在上面余额是十二万 七年从牙缝里攒下的十二万 我用额头贴着冰冷的手机屏幕 心想 我就靠着你们逃离这个家了 我用六千块钱给弟弟买了顶配的手机 不仅如此 我还把九十月份剩下的工资都给了他 眨眨眼道 虚 别和爸妈说 拿钱去充值游戏或者买鞋子 最新款的 姐你太好了 弟弟欣喜若狂 正好出了雅典奈的新皮肤 我缠好久了 这就去买 我比爸妈对他严格很多 他从没在我这里 听到过认真学习之外的建议 所以 唯一的束缚撤掉之后 弟弟欲加堕落放纵 他打了一个学期游戏 本就垫底的成绩一落千丈 高一寒假 拿回了年级倒数第五的成绩 他也少见得有点慌了 姐 怎么办 爸肯定要打死我的 我这学期带了班主任 正在一笔一画 写着班上学生的期末评语 文言用云淡风气的语气 温柔笑道 其实作为老师 是不知道家长有没有看成绩单的 你是说 别让爸知道 你真实成绩就是了 我叹了口气 否则他血压一高一激动 指不定要出什么事 你看他前阵子喝酒 还住了三天医院 弟弟像是抓住救命稻草 拼命点头 对啊对啊 我这就去想办法 把成绩改一改 又像是在说服自己 也算是不让爸妈担心尽孝心了 我不知可否 低下头继续写着学生的评语 XX诚实有礼貌 不弄虚作假 上课认真 我在评语角落 给小朋友盖上小红花 边写边喃喃道 是个听话的乖孩子呢 这学期的期末成绩 被弟弟轻易糊弄过去了 一个省师范高中 中等天上的成绩 足以上好的一本 甚至是差一点的九八五 也足够让我爸感到骄傲自豪 他拍着大腿夸道 天天真不错呀 才一个学期就学得这么好了 比你姐可强多了 寒假想去哪儿玩 爸爸给你钱 海南 冬天去海南度假 行行行 让你妈给你订票 媳妇 要不咱全家人一块去吧 订三张机票 阿你说为什么不四张 南南寒假不是带了补习吗 正好留下来看家 而弟弟似乎也尝到了甜头 高一下学期同样如此 哪怕被请了家长 也要求我帮他去堂塞老师 我照做了 顶着刘天姐姐的身份 被他班主任皱眉训的狗血淋头 再耐着性子 保证回去会好好管教 于是高二那年 他同样如此 我偶尔替他整理过一次书包 辅导书和资料全是空白 而这一年 在爸妈的压力之下 我和王旭订婚了 订婚宴是王旭掏的钱 办得热热闹闹 他喜笑颜开地揽住我 开口就是誓言 我这一辈子啊 就认定南南了 感谢上天让我遇到 这么温柔善良 漂亮懂事的女孩 我一定会掏心挖肺 对南南好的 丈母娘和老丈人 就放心把她交给我吧 如果不是她昨天晚上 还在酒吧喝得烂醉 大清早我和同事 去把她刨过来的话 这些誓言我几乎信了 而且 我承认 在这一瞬间 我很累 想着要不到此为止 要不要人生就这样算了 就这样结婚生子 再在柴米油盐里 匆匆老去 在争执和压榨里 转瞬枯萎 没有梦想 也不存在远方 按照婆婆的意思 生个一儿一女 凑成好 然后再让后一代人 重蹈我这懦弱而憋屈的覆辙 王旭不务正业 性格暴躁 很大可能会家暴 又可能会在家暴过我之后 下跪流泪道歉 说自己王八蛋 然后屡教不改 继续家暴 他可能会赌博 败光所有家产 再把我拖进泥沼漩涡 可那又怎么样 我好累 晚上 订婚的喜讯 公布在朋友圈 留言纷纷恭喜 说什么永结童心 百年好合 我面无表情的浏览 机械回复谢谢 配上各种开心的表情 唯独有一条祝福 显得格格不入 愿你岁月不实 百岁无忧 头像是只慵懒的黑猫 背后为名湖水 倒映着博雅塔 照片的主人 只露出了一只挠猫的手 手指修长漂亮 万古上是碧色的朱玉 点进去 沈林毕业了 宝言了 依旧是天文领域 碧色是在国外 哥伦比亚大学做的 暑假在联合国总部实习 瑞典的白云蓬松柔软 天蓝得像是一个梦 而沈林的背影 在遥不可及的远方 我出神了很久 回复沈林 谢谢 再打开B站 翻找到收藏家里的 高中物理知识点讲解 戴上耳机 点击播放 外面的星辰 很亮很亮 我绝对不要 到此为止 哪怕这座山再高不可攀 哪怕我会摔得头破血流 我也要翻越这座高山 誓死不低头 这一年多 我一直在留意房源 我很清楚 十多万根本买不到什么房 甚至首付都不一定够 于是我把目光 放到了郊区老破晓 至少留意路边广告 通过房产中介 搜集半年信息后 我趁着寒假有空 挨家挨户 联系房主看房 路上雪很深 我伸一脚浅一脚走着 忽然看到了王旭 他喝多了 和一群狐朋狗友 勾肩搭背下了出租车 簇拥着进了一家会所 没注意到我 我快不跟上去 想叫住他 却听到他们说 今天可要好好放松下 旭哥不是快结婚了吗 不怕嫂子发现 嗨 提他干什么 他管得了老子 老子指动 他不敢往昔 就算发现了 打一顿不救世了 他妈的他家 收了老子那么多钱 还敢不把女儿嫁过来 哈哈哈哈 说得也是 我顿住脚步 拢着羽绒服帽子 在雪地里站了足足十分钟 然后颤主手掏出手机 拨通报警电话 喂 110吗 我举报有人卖淫嫖娼 地址是某某街道某某区 XXX会所 谢谢警察同志 半小时后 警察抵达 压着衣衫不整的一行人上了车 王旭狼狈失措 只套了毛衣 鞋都穿反了 甚至想要逃跑 在雪里摔了一跤 被警察按在雪地里靠住 他还在一个劲的狡辩我没有 而我在乌泱乌泱的警铃声里 只觉得荒谬 筋疲力竭走到旁边公交站 在长椅上坐下 这时我才发现 我腿脚发软 亮呛着靠在了冰冷的广告牌上 红蓝的警灯散了 白雪堆恢复了原色 太荒谬了 即使没有同居 我也是王旭名义上的未婚妻 偶尔会一起出去看电影 压马路 就像很普通的小情侣 我自认做得还不错 吃饭内 如果收到礼物 立刻回送等同价值 甚至更贵的 和所有同事朋友 都保持正常社交 杜绝一切暧昧 可他竟然还嫖娼 好恶心 不知过了多久 一双黑靴停在我面前 刘南 我蒙着泪眼抬起头 撞进沈林那双深邃的桃花眼 真的是你 他这才注意到 我在哭 怎么了 被狗咬了 虽然知道会疼 但没想到这么疼 沈林张纯想说什么 我用力擦去泪水 不过没事 我也咬回去了 沈林 他走到一旁便利店 半分钟后出来 将一杯热咖啡 和一包纸巾递给我 在我旁边坐下 语气慢条丝里 咬回去多跌份啊 不怕牙割得慌 下次打回去 多打几次就不敢咬你了 实在不行 在他脸上写满王八蛋 像你以前对付笑霸一样 沈林是冷淡的雌性嗓音 很安抚人心 我没忍住破涕微笑 还记得呢 是啊 还记得沈林脸下眸 也捧着他那杯咖啡 抿了一口 蒸腾的热气 迷散盖住他的眸子 侧脸犹如精雕细琢的雕像 轮廓优雅漂亮 一战成名 我有些恍惚 和以前不一样了 那时的我和现在 约莫是有些不一样的 家庭虽然偏心 但学校的驰骋痛快 却也给了我另一个天地 我以为我会有 灿烂耀眼的未来 因此有恃无恐 锐利张扬 任何人都欺辱不到我的头上 没什么不一样的 沈林微微低头看过来 话说你来这里干什么 还在给冯兴上课吗 我下意识到 没 看房子 沈林沉默片刻 像是想起了什么 试探道 婚房 我摇摇头 将喝完的咖啡杯 扔进垃圾桶 不结婚了 买我自己的小天地 把户口迁出去 否则被家里拿捏住 考得再远 也脱不了身 说着 我将巴掌后的广告单 炫耀给他看 跑了四五十家 终于挑到一间合适的了 在凑点前 等到六月份就能付全款了 冒昧问下 多大的 我很自豪 九平米 当年一家用户 厕所改造的 找了好久呢 甚至还算学区房 沈林 沈林和其聪明 早就串起了前因后果 但我没想到 她轻笑了声 想要一个结婚的幌子 为什么不找我 我家比王旭有钱 她的毛子干净唇澈 眼底仿佛是星辰大海 对着这样的眼 我无法说出 利用用完就要扔这种卑鄙字眼 只好手足无措 乐了声 你来晚了 王旭嫖娼被抓 拘留了十五天 估计也怕丢脸 没敢让我知道 过年去拜访王伯夫妇俩时 他们也尴尬地措辞找借口 哎 这不最近拿点钱 打算开个小工厂吗 去隔壁市里看看行情 王沈眼神有点闪躲 这年头钱不好赚了 她也算是上进 知道不坐吃山空 大过年 哪家工厂还开 我没有戳破 温柔笑着帮王沈捏肩锤背 那等她回来 咱们一家人再去饭店吃顿好的 许是我表现出的逆来顺受 王沈对我很满意 连连道 肯定的肯定的 哎 楠楠 你啥时候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啊 要是怀上了就扯正 早点让我抱大胖孙子啊 楠楠长得这么盘量条顺 生的娃肯定也随娘 我也很想搬过来 我装出犹豫的样子 可是爸妈不让 非要等办完过户再说 王沈有点不满 都订婚了 他俩人咋想的 古板 我似是灵光一闪 他们思想观念太传统了 哎 不如这样 伯母 你四五月份的时候 让王絮骗一下我爸妈 说快要买房了 把我户口签出来 这 不好吧 一听到上户口王沈就急了 生怕我占便宜 分他家房产 我连忙安抚他 到时候我先去学校集体户过渡一下 又保证到 我爸妈看不出区别的 然后他们就管不到我了 随时可以搬过来 这样一说 王沈自然同意 哦 这样啊 没问题我去和王絮说 而爸妈那边 秉承着有便宜 不战是王八蛋的原则 见女婿要买婚房 火急火了 将藏好的户口本给了我 让我快去买房 挂名 签户 妈妈高兴疯了 男男你之前还死活不肯 现在知道王絮这孩子实在吧 还没结婚就给你买了房 爸爸比妈妈谨慎一些 多了个心眼 过户那天也跟去了 起眼见到房产证 才松了口气 坐到一旁抽烟 等我忙完才吆喝到 新房还没装修吧 那这段时间还住家里 他磕了磕烟灰 似是警告 生活费要照付啊 我抚摸了下崭新的硬窍户口本 有些啼笑皆非 这九年 我是如何能忍受过来的 我他妈真有受虐体质啊 不过快了 还有一年我就能离开这里了 于是我微笑着揽上爸爸的胳膊 当然 天天快要高三了 怎么着我都得在家再住一年 照顾他高考完呀 弟弟刘天混过了两年高中 经常会打游戏打到凌晨 第二天打着哈欠去上学 如果是以前 我会揪着他耳朵喝道 快去睡 会教育他好好学习 不要攀底穿着 不要虚荣 但现在我不会 反而隔三差五给他发点零花钱 他去充值游戏也好 逃课去网吧也好 都和我无关 直到高三第一次月考 只终于包不住火了 魔考成绩二百一十七 年级倒数第一 老师强令要求父母过去 当然 我也跟去了 凑个热闹 听老师将爸爸训得面红耳赤 爸爸狡辩道 不是老师 我家天天一直名列前茅的 怎么可能 名列前茅 老师瞪大了眼 他哪次不是班上倒数第一 行性好 就算是买进来的 多少也踏实学点吧 班级平均分 都能被他拖个三四分 初中的计算都算错 心思都花哪儿去了 我爸也懵了 扭过头贺问弟弟 说 怎么回事 弟弟吓得发抖 耿了半嗓没出声 爸爸暴跳如雷 你他妈的给老子快点说 带到弟弟终于哭丧着脸 承认伪造成绩单后 向来要面子的父亲 拎过一旁座椅 砸向弟弟 骂道 他妈的 我让你不好好学习 我让你骗人 我让你造假 妈妈连忙护着 你打孩子干啥吗 有话好好说 一时间 整个办公室鸡飞狗跳 真热闹啊 我在角落 吃笑一声 趁着没人注意 走了出去 晚自习时间 回廊上很静 走过灯火通明的教室 能看到黑板上 写满了公式 或者诗歌分析 底下奋笔疾书的学生们 在埋头苦学 外面星辰四点 皎洁的月光洒落 我寂寞在月色里 看他们在灯光下 耀眼又夺目 这是我曾经 无比憧憬 西记的未来 没忍住 我凑近去看了看 窗旁一个男生 正被数学压轴体卡住 咬着笔帽沉思 解析几何 需要变换一下坐标系 是去年江苏省的 最后一道大题 看他又想了三四分钟 还是毫无头绪 我撕下一页 随身带的笔记本 写了步骤 扣了扣窗给他 什么事 操 男生接过纸页一看 愣了愣 这题这么简单 这种变换 谁他妈的做得出来啊 旁边的学生文风看过来 原来江神最后一道题 也卡了呀 哈哈哈哈 据说这道题 得分率不到百分之零点五 散了吧散了吧 江敏 给我看看 这啥解法 哦臭 妙啊 什么什么 快让我也看看 这个叫江敏的男生 烦躁地抓抓头发 将我写的纸页 加到书里 又随手在他的试卷上 写了几行公事 再将试卷揉成一团 抛了出去 接着 见试卷准确无误 落到同学桌上 他吹了声口哨 三分 然后转头看向我 你哪个班的 这么快就做完出来了 我是家长 我是家长 来听讯话的 江敏 他狐疑地抬眼 打量了我一番 一双狭长的单凤眼 带了点醋狭笑意 刘天 我弟 他目录怜悯 辛苦 我正准备离开 他却叫住我 哎 姐姐 你哪个大学呀 我脚步微顿 没上过大学 江敏明显不信 那你怎么这么厉害 我实话实说 上个月把所有省份去年的高考卷都刷了一遍 哦 江敏了然 又想到了什么 这道题你当时做出来了吗 当然 说着 我没忍住揉揉他脑袋 我整套卷子数学满分呢 江敏意识到被我耍了 操 或许是当久了老师 我很喜欢逗小孩 顺手留了串号码给江敏 笑咪咪道 小朋友有什么不会的来请教姐姐呀 免费 不收钱 请我喝杯奶茶就行 江敏一言难尽地望着我 活像在看流氓 本以为江敏不会加我 没想到当晚就看到了他好友申请 科比投篮的头像下 他言简意该 我江敏 问问题 我通过了随手拿起台灯旁的纸笔 准备帮他算题 江敏却问道 你和刘天真的是姐弟 我顿了顿 回复 嗯 亲的 江敏 基因突变吧 我哭笑不得 有没有学业问题 江敏发来一条语音 像是自习课后仍旧热闹的球场 秋末 缠鸣吵闹 欢呼声伴随着篮球碰撞 风轻轻拂过 他声音有点沙哑 但充满了少年人的张扬 没有 那题纯属意外哈 我可是很强的 姐姐先回聊了 有空可以来玩啊 到时候 请你喝食堂冰沙 我笑了声 将手机静音放到一边 掏出打印的语文诗歌阅读 开始奋笔疾书 人生路上或许有无数种基因突变 或中彩票 或遇到拆迁 或因为时代的发展 颠簸于浪潮 碰上猪都能飞起的风口躺着挣钱 但只有努力这一种 会带你坚定地走向彼岸和终点 或许是弟弟成绩太差 这个学期 爸妈主要精力都花在了他身上 没怎么烦扰我 家里鸡飞狗跳 但我过得很轻松 晚上备备课 在微信群给家长答疑 之后就主攻理科的六门课 等到假期结束 甚至还有心思找江敏 要来一份江南时校联考的试卷和答案 打印出来后 我立刻做了 仔细对完答案 尝出一口气 668分 做完后 随手将考卷撕碎 扔进垃圾桶 而客厅里 妈妈在打电话给姥姥 话里话外止不住的自豪 你可别说 男孩子冲进太足了 对呀 天天第一次月考才200多分 这才小半年就500多了 指不定明年能上清华北大呢 他也爱玩 静不下心 就是聪明 从小到大都聪明 我闻了一声 目光扫到一旁 因为做题太投入 没来得及回复的消息 江敏 这是时效排名和分数段 姐姐你可以对照一下 一般在前700的话 是稳定985 前2000稳定211 前8000稳定一本 还有前几天忘记提了 今年联考 据说有人作弊 比如说 你弟我就觉得可能性很大呀 所以姐姐可以把你的分数排名 减个50名左右 我心下了然 由着爸妈炫耀弟弟突飞猛进的成绩 看他们过年走亲戚时 心安理得地接受各种客套赞美 我没和任何人提这件事 只给江敏回了个知道了 江敏的喜恶从来不屑于遮掩 目强也目得直来直去 自从我几次线下约着刷题 速度比他这个年级前十块大概一倍后 他就心甘情愿地 分享各种一手资料给我 说实话 我很缺这些重点高中老师 整理出的资料 也很感激他 私下请他和朋友 吃过几次大排档 篮球队里的南海女孩们 吵闹又活泼 闪亮着眼叫我姐姐 十多人的队伍 有一个女生 个子挺高 一米七多 但腼腆害羞 我就逗他 萧田怎么不吃 减肥 不是 他认真摇头 我要减脂增肌 不能吃太多油炸食品 否则体力跟不上男生 江敏顺嘴把我递给萧田的烤串 一口叼了过去 口齿不清 嗷呜道 姐姐你别管他 他晚上回去还要喝牛奶 说是还要长个呢 旁边有男生打去 女生长那么高干什么 小心以后嫁不出去 萧田被他们说的头越垂越低 在桌底下搅着手指 他想长个子是为了打篮球 为团队贡献一份力量 怎么扯到谈婚论嫁了 我吃了声 停下翻动烧烤的动作 似笑非笑地看了那男生一眼 要我看 萧田比你们自律多了 每天晚上 雷打不动绕操场跑十圈 你们男生谁做到了 还嫁不出去 谁规定男生就得比女生高了 那得多自卑才要在身高上 找心理安慰呀 我行事作风 有点免礼藏针 从不轻易落人面子 如果翻脸 必是绝杀 所以 我软着嗓音说完这段话 解了萧田的尾 那些男生也没察觉我在生气 反而嘻嘻哈哈 这不是说着玩的吗 我们田哥什么人 以后傲视群雄 只有江敏觉察我情绪不对 敏锐地看了我一眼 岔开话题 哎 还有三个月就要高考 篮球队训练先缓一缓 专心冲刺吧 大家有心仪高效吗 想去北京呢 大城市就业机会多 哎 我想去杭州 那边风景特棒 你们怎么看城市啊 我挑专业 物理top一是北大 我想去 但可能去不了 中科大也行吧 只有萧田 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后 小声道 北航 他重复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总有一天 我会看到 我参与的项目里 火箭腾空而起 他眼底梦想的星光真美 张嘴 于是我将仅剩的烤菜叶送到他嘴边 作为奖励 会的 到时候告诉我发射时间 我在电视机前蹲守 一旁江民舔着脸要吃的 姐姐 我的呢 我的呢 我也要 还有 如果姐姐想考大学的话 你会考哪里呀 自己考 我将生材料推给他 不假思索地道 北大吧 我做好被嘲笑的准备 那种虽然不是恶意 但也很扎人的理所应当 比如那对你来说太难了 可以适当放低点目标 脚踏实地歇尔 从小到大 似乎有太多人对我说过这种话 江敏却尚有介石地点了点头 担奉眼里很是认真 这么肯定选北大呀 清华也太惨了吧 痛失状元 男生们吹着口哨起哄 我抿着唇笑了声 惩你急言 这本来会是和这群高中生的最后一次聚餐 因为他们只剩不到三个月就要奔赴考场 也会是个再平常不过的聚餐 可我没想到 会在这里 遇到王旭和他那群狐朋狗友 王旭明显喝多了 酒壮耸人胆 何况他脾气本就冲 瑶瑶看到我后 静止走了过来 将路边摊啪茶掀翻 指着我鼻子骂倒 他妈的你说要照顾你弟 所以不能搬来同居 你就是这么照顾的 大晚上和一群男人出来吃饭 烧烤蘸酱撒了我一身 火炭也擦过皮肤 疼得我一个机灵 还好姜敏一把拉住我后退 操 你眼瞎 姜敏也染了一身花红柳绿 瞬间炸了 指着萧田说 他不是女的 何况我们都是他弟弟同学 他请我们吃饭 让我们多照顾下他弟弟怎么了 犯法吗 萧田被所有目光注视着 有些手足无措 却咬着牙坚定倒 男姐除了请我们吃饭 很少出来的 王旭明显不信 嘴里国骂阵阵 撸起袖子就冲到我面前 一个巴掌要扇过来前 被四五个男生给死死拉住 爱干什么呢大哥 喝多了想打架 咱可不兴打女人啊 哥你这一身肥肉还想横 去健身房练几年吧 高中篮球队的小伙子 个个身高体壮 王旭动弹不了 目自欲裂 放开老子 江敏刚刚下意识地护住我 回过神来后 不可置信地嘀咕了句 不是吧 姐姐你男朋友 也太凶残了 要不我们按住他 姐姐你先回去 我叹了口气 望了沿马路对面 王旭那群朋友 愁愁着走了过来 不用 我低下头 用纸巾擦拭衣服 等他的朋友终于过来 试图拉架后 我才缓缓柔声开口 王旭 你嫖娼被抓两次 哪来的脸指责我 我又转过头 对人堆里 一个浓妆艳抹的短裙女孩笑道 苏林那 她眼神闪躲地退后了半步 天上人间三十五号祭师 你最喜欢点的一个妹妹 看样子服务很好吗 最近晚上出去吃喝 成天待在身边 怎么也没人和我这个准嫂子 说一声啊 一堆大老爷们 尽若寒蝉 而高中生们 没接触过大人的龌龊 面面相去 我将擦完污渍的纸巾 甩到王旭脸上 调宠是吧 知道我为什么不搬去 和你同居吗 我嫌脏 这句话让王旭 勃然大怒 他竟然挣脱了束缚 握紧拳头朝我揍来 情急之下 江敏低骂了声 转过身将我护住 用肩膀挨了这一拳 而这也预告着 今晚这场斗殴 彻底拉开了帷幕 江敏断了一条腿 可他那晚笑得贼开心 被拉上救护车的时候 抹了妈脸上淤青血迹 非常豪横地脆倒 阿呸 人渣 深夜的医院被打破了静谜 白灯让人刺目心慌 第二天 见我担心地快哭出来 江敏摸摸鼻尖道 没事了姐姐 刚刚说梦笑的时候 我没说吧 其实我想去北大医学部 或者清华协和来着 所以自学过些医学常识 揍他揍得绝对是轻伤 不会被判定成斗殴的 不会蹲橘子 也不影响高考 我 我几乎要被这傻小子给气笑了 深呼吸了口气 他是死是活 和我没关系 我是在担心你 医生说腿舌了 高考的时候石膏都摘不掉 会影响 不会啊 他满不在乎地打断我 我多聪明多厉害 区区三个月 影响个毛线 倒是那人渣 江敏顿了顿 他叫什么来着 王旭 哦 江敏冷漠硬了声 又甜甜破损的唇角 露出个兴奋期待的笑 他要遭殃了 王旭之前将人打进过ICU 选择私了 赔了五十万 而江敏 显然不是愿意 私下和解的类型 他父母更是态度强硬 要求将法律程序 进行到底 篮球队其余成员 多少挂了彩 他们家里也都没闲着 萧田父母 当晚将女儿拍的录像 通过自媒体发到网络 深夜打人 加临近高考的高三生 加骨折 加人生转折点 这些字眼 瞬间引爆网络 更是有人扒出 王旭之前 差点把人揍死 却轻易逃脱了 法律制裁 义愤填膺的网民们 要求严惩王旭 王旭父母一把年纪了 想去求涉事学生 网开一面 被气愤至极的父母们 指着鼻子骂 怎么管教的儿子 这件事儿牵扯多方 闹得很大 而我身处其中 即使在网络报道里神隐 现实里也逃脱不了干系 爸爸听说后 甩了我一个巴掌 你糊涂啊 王旭要是被判了 你怎么办 你们还结不结婚了 他要是想把婚房收回去砸整 舔舔唇脚 思 好痛 就是 帮弟弟请同学吃饭 这次妈妈没劝我爸不要打人 反而看仇人一样 看我 天宰在学校朋友圆好着呢 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我缓缓起身 抚平起身时产生的裙脚褶皱 温和道 我不结婚啊 爸妈很多年都没听过我 明目张胆地反驳了 印象里 我上一次撕心裂肺的反抗 还是中考之后 听说被改了志愿 我倔强着闹了一天 然后被揍了三天 没吃没喝 掩掩一息 刚上小学没几年的弟弟 在旁边拍着手学舌 白眼狼 白眼狼 所以 当我说出不结婚三个字后 爸妈惊诧地瞪大了眼 你再说一遍 我说如果真的结不了婚 那就只能不结婚了 有什么法子呢 放心 房子不会收回去的 之后我想办法过户给弟弟 我尽力将虚情假意 说得情真意切 笑了笑 提起保温和 妈妈 我去医院看望一下那位同学了 替王旭搞好关系 说不定人家会愿意撤诉 说完 我不顾父母凶狠的目光 推门走进了阳光之下 来到医院 江敏在病床躺着 左腿绑了石膏 正百无聊赖地翻看笔记和错题集 也不知道遗传谁 他蓬松的棕发 带了点自然卷 无精打采的样子 有点像没睡醒的狗狗 一见到我 他眼睛都亮了 姐姐你来了 还带了保温筒 是有好吃的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他忽然瞇了瞇眼 本就凌厉的丹凤眼 欲加犀利 你脸怎么了 谁打你的 汤没加盐 你想清淡点 还是重味点 我将保温盒放在床头柜 打开 拿出包好的排骨汤 和小半瓶食盐 重重重 多加盐 医院食堂淡的嘴里 能出一排丹顶鹤 将你意识到什么 别转移话题 我被他逗笑了 怎么着 还要揍人家一顿不成 是我爸 病房里沉默下来 江敏不说话了 闷着头喝着汤 我到洗手间清洗餐具 水声潺潺 抬起头照镜子 乌黑的发丝遮住了脸颊 拂开 白皙的肌肤上一片触目惊心 我爸那一巴掌 甩得毫不留情 现在嘴里还有血沫残余 刺鼻的消毒水未萦绕 暗淡灯光照的洗手间阴沉 也衬得镜子里的我 难得神情阴郁 快了 我啪叉一下 关了花花水流 快了 还有两个月 江敏因为我受了无望之灾 他父母通情达理 没有迁怒我 可我还是很愧疚 本来的计划里 不存在这出闹剧 江敏也不需要处着拐杖 打着石膏 单脚一蹦一蹦地度过 高三最后时光 所以他住院那段时间 我会包各种趟送给他 然后丢一套试卷 我俩同时开始做 比速度和正确率 姐姐你做慢点 江敏撇到我已经在写最后一题的手 留点活路给我吧 我没听见他说话 只专注在复杂的代数运算上 终于解出来后 才抬头看了他一眼 嗯 你刚说话了 江敏无语地一开目光 开始间歇性摆烂 啊 我好累 我要姐姐 她及时顿住 继而道 我要姐姐给我买奶茶 我 我掏出手机 点开外卖软件 想喝什么自己点 江敏心满意足地点 玩一杯知识奶茶 退出up 却忽然顿住 她盯着我的手机 桌面背景看了片刻 眨眨眼 姐姐 这人长得好帅啊 是明星吗 嗯对 我面不改色地扯谎 将手机抽过来 吸屏 隔绝了那张 沈林的照片 照片里 她身穿学士服 抱着黑色梨花猫 侧身站在北大的 嬉笑门前 身影齐长 西洋眷恋地 吻上她眉钱 细碎黑发 衬得面容俊朗 整个人都像在发光 姐姐骗人 江敏一顺不顺地看我 一二线明星 我有印象 对不上号 没人长这样 三线以下 也不可能穿学士服 去北大蹭照片 北影和中系 离北大都不算近呢 姐姐 这是你想考 北大的原因吗 她缓缓坐直了身 这该不会 是你暗恋的人吧 这小孩真是 明明特别会看眼色 机灵得不像 十七岁少年 但现在却像 嗅到了腥味的猫 非得逮着问个水落石出 否则不肯罢休 不算 我敷衍道 江敏倔强地还要追问 那算什么 我斟酌道 星星吧 你们也是我的星星 起明星 前进路 指引我朝着命定的 归途前进 哪怕身处泥沼 也想仰望的那些星 网上的舆论 让政府机构 不得不严肃对待 最终 王旭被判处了 三年有期徒刑 案件判下来的那天 是六月一日 高中生们都抓紧时间 冲刺上课 哪怕是江敏 也拖着个断腿 身残之间地回到学校 调整状态 除了我 和搭班老师 调了几节课得以到场 没有相关当事人出席 我静静听完整场审判 为之一词 掏出语文诗歌 汇集的小本子 垂着眼陌生复习 在判决结束后 忽然有个身影 冲到我面前 他哭得肝肠寸断 恶狠狠地道 都是你 都是你 我儿子才会这么惨 你这个骇人精 狐狸精 我掏出纸巾 很温和地给王审擦了下泪水 他撇过头 催道 你怎么不去死啊 伯母 你冷静一点 案子还要二审 当庭闹起来 留给法官印象不好 我压低声道 至于为什么王旭这么惨 人是他打的 以前私下和解 也是他那群朋友 在人家门口涂红色油漆 泼狗血 堵着人孙女上下学威胁的 而那位老伯两年后 就因为肋骨就伤 一命呜呼 也是真的 欺软多容易 现在碰到硬骨头 不好啃了 自然会遭殃 天道好轮回 你说王旭 为什么会这么惨 自然是他活该啊 说着 我将纸巾塞进王审手里 叹道 擦擦眼泪吧 哭多了对眼睛不好 王审还要闹 扯着我不让我走 尖利的指甲 刺破了我的皮肤 我侧过头 用目光指了指 守在不远处的警卫 您确定想打起来 你这个贱人 贱人 不得好死 王审愤恨地瞪着我 像是下定了决心 不知从哪掏出一把小刀 一台掌就朝我刺来 我 我下意识伸手格挡 被立到阵的退后半步 跌坐在地 警卫们也察觉到不对劲 一个箭步冲了过来 拉开王审 其中一个关切地蹲下来 焦急道 姑娘 你没事吧 我惊出一身冷汗 后怕地摇摇头 摊开手掌 冷静下来后 还有闲心笑出声 没事 文书菩萨保佑 手心里躺着一本厚厚的 高中语文必备诗歌拳击小册 一把锋利的小刀 寒光森冷 横灌了大半本册子 却因为纸张粗糙的摩擦力 纸步不前 没能戳到我的皮肤 知识就是力量 成步我期 王审也因为故意伤人 被审讯积压 我拒绝调解 听到消息后 爸妈非但没有关心 我是否受伤 反而怪我惹怒了 王博一家人 高考前一晚 妈妈怕打扰到弟弟 压着嗓音讯我 本来好好一件婚事 被搞成了个笑话 你说 你非得大晚上 和一群高中生 出去干什么 还被王旭撞见 丢不丢人 我被他的逻辑 搞得想笑 为什么大晚上出去 因为白天 我要上班 而且高中生们 晚上下了自习 才有自由时间 更何况 王旭晚上 在外面吃喝调赌 撞见我 不斥责他大晚上 出去干什么 反而追究我 丢人 天心天道 大西洋了吧 这下好了 婚节不成了 名声也臭了 看以后 谁还敢娶你 妈妈还在 叙叙叨叨 要是一辈子 都待在家里 那要累死我和你爸 我打断他 放心好了妈妈 我以后 绝对不会拖累家里的 明天我还要去监考 你也要送天天去考场 早点睡吧 我握住他的手 像是安抚 王家靠不住的 上次王沈还说你 和爸收了礼 没点回礼 太没礼貌了 你看 他既然敢同我 说不定脾气上来了 还会拿着刀子 砍你和爸 那得多危险呢 别想着靠这种亲家 不如多花心思在我弟身上 他以后可是得光宗耀祖的呢 我在故意混淆概念 生活里婆媳两家的鸡毛蒜皮 和将他儿子送进监狱的 深仇大恨 不能等同视之 但我妈明显被我绕进去了 犹豫片刻 好 我去给天天削点水果 一提到我弟 他眉目就瞬间柔和下来 甚至还柔和地拍了拍我的手 你也早点休息 这一瞬间 我心里千回百转 莫名想给他最后一个机会 于是我问道 妈 你觉得天天能考多少分呀 六百肯定是有的 上次摸底考试他六百多呢 冲一冲 说不定六百五十朝上 那我呢 什么 我说 如果我也上了高中 你觉得我当年能考多少分 妈妈反应过来 我说什么后 像听了个笑话 哈了一声 那那你 别逗了 女孩子到了高中 成绩就会下滑的 头脑没男生好 像什么数学物理啊 转不过弯 最多五百吧 都不一定考得上好大学 这样啊 我稍微歪了歪头 柔顺的发如瀑布斑 从肩上倾斜 遮住我低脸的眼 指尖抚摸着桌上磨砂塑料文件袋 里面是我的准考证 我轻而又轻地说了声 我知道了 再次参加高考的事 我没告诉任何人 爸妈和弟弟 以为我去参加监考 小学同事以为我请假照顾弟弟 我登了个共享单车来到考场 没遇到一个熟人 非常自在 高考考场是我的初中十四中 地理位置有点偏僻 为了方便学子考试 这里安排的考位不多 也不知怎么 我抽签抽到了这边 而且 考场竟然还和我初中教室一栋楼 想当年 学校校爸喜欢欺负人 将年级前十的书包 从这栋楼挨个扔下 资料试卷飞得到处都是 有人去告老师 有人投诉父母 我没有 我等不及校方 给他无关痛痒的处罚 默不作声 走到楼下捡起落到垃圾堆的书 然后迅雷不及掩耳地抽他脸 把他抽蒙之后 在他脸上写了七个王八蛋 踩着凳子威胁他说 以后再有这种事 一个书包 一个耳光 一个王八蛋 周围鸦雀无声 扮赏之后 有人鼓掌 我回过头一看 是个清俊男生 靠着五班的门 那是沈林 真怀念 时隔十年 再次回到这里 楼下散发恶臭的垃圾堆不见了 过到教室翻新重造 添上了智慧课堂这些电子设备 只有教学楼前那颗轻松 苍翠依旧 我座位在窗边 落座 看了眼外面随风摇曳的轻松 就将透明带装着的准考证放在桌上 脑海里过了最后一遍阅读理解答题模板 飞速响了下议论文的三步骤 就跟随铃声提笔答题 语文 数学 英语 选的物理 生物 化学 许是年纪比正常高考生 大个七八岁 我心态好的出奇 没有紧张 没有心跳加速 专注在考卷的每一题上 时间仿佛都变慢了 变成了夏天暖絮的风穿夜 浮林而过 再吹过我的脸颊 穿起这十年以来的所有过往 有失忆痛哭 有放纵堕落 三天不去上课 也有将破碎的自己拼凑 咬牙合着血泪在烈焰里重塑 考试结束 我何比 走出学校 看到有焦急探头的父母 有的母亲 为博棋开得胜 马到成功的好彩头 穿着旗袍 脚踏马丁靴 怀里还抱着树花 我没有等待我的父母 我没有簇拥的鲜花 但我想我离星星们 又近了一点 六月二十三日放榜前一天 是个周四 我刚上完一节语文 几个小萝卜头 缠着我问问题 一路追到办公室 我拿起桌上的糖果 投喂它们 一人一磕 不准抢哦 这时 办公室有老师问道 挨留老师 明天分数就出来了 你弟弟估分多少 我愣了愣 想起刘天因为撒谎 而闪躲的眼 他说有六百多 六百多 那重本肯定是稳了 我只是笑 当天晚上 清华招生办打来了电话 接电话的是爸爸 啊 对对对 我是刘同学家长 请问您是 他仿佛听到了什么爆炸消息 招呼妈妈过去 多做着手打开免提 只听见联系人说道 是这样的 我们通过多方渠道提前了解到 刘同学高考分数六百八十三分 全省十八名 清华这边想知道刘同学意向 比如喜欢什么专业了 有什么兴趣爱好了 清华社团非常丰富的 能满足他所有发展 招生办的老师 明天会过去 尽力为你的专业择取出谋划策 爸爸颤着声喃喃 考得这么好吗 妈妈也一把捂住胸口 双手合十连连道 谢天谢地 谢谢列祖列宗 只有弟弟 目光茫然 唇齿翁动 想说什么又不敢开口 好好好 我让刘天接电话 爸爸赶紧说道 将手机递给弟弟 我走到房间门口 端着杯水斜靠门框 感受父母的欢天喜地 弟弟则是完全吓傻了 惊慌失措的嫩嫩 您 您好 咦 联系人有点惊讶 男生 打错了吗 请问是刘南同学吗 哦 不好意思 您家还有别的考生吧 欢天喜地的气氛 陡然破裂 空气像是注入了凝胶 定格住父亲僵硬的笑脸 母亲不敢置信的眼神 和弟弟没来得及收回的震惊 一家三口齐齐抬头 用如出一辙的目光看向我 咦 你怎么敢的 爸爸的第一反应 竟然还是指责我 瞒着所有人身家高考 你不是说你监考去了吗 电话那头联系人还在说 喂喂 还有人吗 您好 我这边听不清 是信号不好 弟弟却在接受不了 狠狠挂断了电话 从沙发上跳起来嚷道 对啊 你骗人 考着玩玩 生这么大气干什么 我将杯子里水喝干净 直起身 走到客厅柜台的水壶前 想要蓄水 这不是当年没考过 总存着妄念吗 妈妈气得胸口起伏 声音直颤 你想走 翅膀掌硬了 想飞是不是 我告诉你 没门 明天就把户口签回来 把房子过给你弟弟 听到没有 神经病 你说什么 妈妈的脸 争鸣得像是鬼怪 我说神经病啊 我曾经以为 他们是正常人 而我是哪里做得不好 才遭到这样区别的对待 为此 我尽力乖巧 温柔听话 从小就自己洗衣吃饭 照顾弟弟 在爸妈出去打牌的时候 包揽所有家务 努力学习 考试从没出过年级前时 我以为我能换来宫廷的对待 至少在学业上 可后来我发现不是的 他们还是会冷漠狠心地待你 甚至打压你 逐渐显露的风亡 我花了五年时间去接受 我生在一个畸形的泥潭里 再用五年时间告诉自己 这不是你的错 你还可以去咬牙拼一把 你还可以把你被折断的 枝丫包扎絮上 再开出鲜艳的花 你你你 妈妈嚎啕着嗓子哭出来 平心而论 我和你爸爸是掏心挖肺对你 还让你住在家里 吃我们的喝我们的 你就这样报答的 你个白眼狼 你说话呀 你怎么不吭声 是不是心虚了 爸爸在一旁沉默 我便对他笑了笑 爸 没人规定必须是儿子 才可以光宗耀祖 有几年 我过得很痛苦 我一直在想 是什么造就了这种重男轻女 后来我想明白了 数千年的农耕社会和框架制度 男性凭借绝对的力量优势 获得更多从事社会生产的机会 而女性在低人一等的束缚里度过余生 合情合理 合乎社会局势 但随着科技发展 沉重的体力劳动逐渐被机器取代 转向脑力产出 我不认为女性还有胜任不了的职位 或许实在有体力差距 会比男性付出更多的时间和汗水 但我们愿意付出这些成本 至少得给我们这个同台竞技的机会吧 我妈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过来推散我 你闭嘴 女孩子家家的 想啥呢 倒是爸爸和弟弟 越发沉默 我走到房间 推出早就收拾好的行李箱 今晚我去酒店住一晚 大家都冷静冷静 天天考试成绩出来了 我再回来庆祝 这是我留给他们的最后一句话 这天 我拖着行李箱 走在漫天的星辰之下 越走越快 最后放肆奔跑在寂静的马路上 风撩起我的长发 眼泪和笑声里 这一刻 我感到了久违的自由 我没有再回那个家 他出去的那一刻 我就没有想回去 我不知道 北大招生办 有没有给家里打电话 但这天晚上 沈灵给我打了个电话 最近怎么样 他嗓音依旧雌性清润 我无家可归 坐在马路牙子上 望着天上的起明星道 挺好的 刚离家出走 他低笑起来 恭喜 恭喜什么 离家出走吗 我失笑 迟到十多年的叛逆期 不是 沈灵正色道 问了招生办的学弟 他说 你在名单之列 估计晚上会联系你 恭喜你 如愿以偿 我声音非常平静 谢谢 但你喜讯报晚了 人家清华 人家清华比你积极 还说 由着我挑专业 沈灵 沈灵 北大也可以 省十八 不能吧 我还想去读 北大光华 以后年入百万呢 可能吗 说正经的 一直想去工科 最近稍微查了查 清华机械和材料更强些 所以第一志愿肯定鲜甜那边 沈灵 我还是觉得北大好 我吹了声口哨 哪里好 说来听听 沈灵仿佛在用最后的倔强劝我 北大食堂更好吃 冬天有半免费的溜冰场 半免费 凭校园卡半价 我 我没忍住 哈哈大笑起来 沈灵也笑 声音温润清和 笑完后 他轻而又轻地道 南南 愿你以后 前程无风尘 吉木皆平川 刘天考得比我想象的还烂 尝到作弊的甜头后 他彻底荒无了学业 最终高考371分 说来好笑 371分 是我当时第一次试着做六科模拟提时得到的分数 也就是说 他这三年相当于我胡伦吞枣学的一个月 爸妈估计觉得丢脸 没有大张旗鼓告诉任何人 小心翼翼张罗着 准备给弟弟复读 而学校期末考试后 一群小萝卜头围了过来 叽叽喳喳 老师 与老师说你下个学期就不来了 是要去带别的班了吗 有个穿花蝴蝶裙的女孩 直接哇哇大哭 呜呜呜 老师说话不算话 是小狗 一年级的时候 你说过要带我们六年的 我变魔术一样 变出一根棒棒糖 拨开糖纸 塞到他嘴里 笑咪咪道 甜不甜 女孩打着哭嗝 甜 见他哭声渐小 我才温和着嗓音 回答他们的问题 我要去外地进修了 也是和你们一样上学哦 老师也要上学吗 当然 学无止境 人的一生 永远不能停下 汲取知识的步伐 我吓唬他们 否则会变成大笨蛋 被大灰狼吃掉 有比较早熟的小朋友无语 老师又在捋我们 哄三岁小孩呢 哎呀忘记了 你们十岁了呀 我摸摸他脑袋 正色道 前半句是真的 老师要去向前奔跑了 所以要离开一段时间 那老师以后还会回来吗 会的 我想了想 会以另外的形式回来 齐亚高中 今年整体发挥也不错 引起舆论浪潮的小崽子们 没被繁杂的信息影响 几乎都拿到了梦校录取 江敏报了北大医学部 肖田超长发挥 去了中科院大学 据说有不少和北杭合作的项目 当时说杭州环境好 气候宜居的男生 去了浙江大学 想学物理的男生 真的去了中科大 还把女朋友也拐到了合肥 暑假里 我和他们聚餐撸串 江敏坐在轮椅上 晃着拐杖 指挥小弟推他冲锋陷阵 推到我面前时 少年瞪大了眼 姐姐你又骗我 不是说想去北大吗 我反应过来 当时不清楚专业强弱 倒是你 怎么不去协和 那边归陪方案好像更好 江敏 肖田在一旁捂着嘴偷笑 我不明所以 只好低下头翻着烧烤 又想到了什么 我对江敏道 哦对 我把北大的一个学长推给你 也是齐雅的 可以多向他了解一下大学情况 早做准备 好好好 江敏心不在焉地硬了 又心不在焉地加了沈林微信 不知过了多久 好友通过的声音响起 江敏拿起手机 指尖滑动 估计再发消息 过了会儿 他不知想起了什么 眼神古怪 姐姐 这位学长算起来 是不是和你一介的 就是如果你正常高考的话 对 初中同学 他看起来好像 有点眼熟 我头也不抬 说不定齐雅高中的光荣榜上有他 江敏 哦 不知是不是错觉 江敏好像低下头 暗骂了一声 操 大学生活比我想象的忙碌很多 或许是心态不一样 我疯狂地想体验错失的学生生涯 社团 学生会 实验室 以及学业 我忙得团团转 但乐此不疲 大一快结束的时候 妈妈打过来一个电话 语气很疲惫 南南 寒假没回家 暑假回不回来啊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自顾自地道 你弟弟今年高考成绩 还是不理想 辅导班又太贵了 我想着 你要是回家 可以给他辅导一下 你爸还说 要把你当年的升学宴请给补上 没有我公鞋 他们当年是拿不出三万的择校费的 如今连一万块钱的辅导班 也左之右出了 我在实验室垂下眼 小心翼翼地替师姐监控心电数据 不回 说着 我将手机放到一边 没挂断 不回应 任平妈妈在那边说哑了嗓子 最后她尖叫起来 用一堆难听的话骂我 算起来 留天今年也十九了 成年人 该为自己负责 不是吗 就像我刚去读中砖时 第一个月要添补生活用品 国家下发的生活费不够 聂儒地打电话给爸妈要钱时 他们语重心长地说 南南啊 你是大人了 要为自己负责 爸妈没有钱给你的 天道好轮回 说得当真不错 或许是我态度太冷硬漠然 大四那年 爸妈不远万里来到北京 到我学校闹过一次 这次还有一个闹的理由 交去老婆小拆迁了 爸爸隐约寄得我房子在那 想要来奋一杯羹 他们尖叫着 这是你弟弟的房子 你说好要转给他的 我充满歉意地对宿舍同学说 抱歉 被过身打电话向校园保卫处报警 说明家里情况后 保安叔叔很客气地把他们请了出去 出乎意料的是 室友没有一个嘲笑我 没有一个露出幸灾乐祸 看好戏的眼神 右边床铺的妹子学合物理的 她拖着下巴嘟囔 好过分啊 男男姐 我就说去年寒假 你怎么留校 今年寒假 过年你要是没地儿去 去我家过年呗 我本地的 不如去我家 我河北的 离北京也近 到时候 带你近距离观摩传说中的 恒水中学 另一个室友也起哄 飞龙江人请求出站 冬天可以去看冰雕展 男男姐不要犹豫 快选我 醉人来风的东北妹子豪道 等我雨露均沾 我被他们逗得直笑 一个都别想跑啊 不跑不跑 等着抱富婆大腿 男姐你真的碰到拆迁了 嗯 我点头 不过资金去向你们清楚 就是和校方合作办的 启明星助学基金 出使资金一百多万 就是拆迁款 原来如此 他们露出了然表情 又嘻嘻哈哈地看我换衣打扮 下午有约 嗯对 哟 他们虚起来 喝水喝水 总来蹭吃蹭喝的那个棕发小奶狗 还是你实验室那位 超级帅气的短发师姐 我 我想了半天 才明白 他们说的小奶狗 是江敏 是孝道 男朋友 他留学回来了 打算在清华任教 宿舍沸腾了 靠男男姐你哪来的男朋友 从天而降的 快给我也刨一个 我就说 这四年 你怎么繁花不入眼 原来早就有对象了 我无奈到 上个学期刚在一起的 其实再次相见的第一个暑假 沈林在落地窗前 给我讲解习题的时候 就侧过头看了我很久 然后试探问道 你有男朋友了吗 我只能实话实说 算 有吧 我妈急着把我许出去 相亲呢 最近都快定下来了 后来的那个寒假 我嫩嫩地说 你来晚了 那天傍晚 路边车辆扎着积雪而过 昏黄的车灯 在逐渐暗淡的天色里徘徊 沈林的脸 被忽明忽暗的灯火 照得分外温柔 她也不失落 笑了笑 可惜了 在后来 热搜引爆的那个夜晚 我因为照顾江敏 匆忙之间 把手机落在出租车上 沈林打我数个电话 没有打通 连夜坐飞机回到省城 再坐高铁找了回来 她在医院走廊 寻到茫然失措的我 半蹲下来 认真对我说 没关系 这不是你的错 南南 看着我 学弟不会有事的 你们都不会有事的 我来帮你联系律师 好吗 很多人都是我的星星 一闪一闪 放光明 但沈林不一样 她是最温柔 最耀眼的那一颗 像亘古永恒的启明星 跟着她 我永远不至于迷失于半途 不过我大一那年 沈林就因为交流去了北美 后来研究成果不错 导师又让她留下来 读了几年PhD 因为疫情 她没办法每年回国 于是 我们只能继续通过网络交流 就像那三年 谈论北大生活 谈论提升个人效率的作息表 谈论歌德的诗 谈论爱死鸡第二季 什么时候出一样 不过如今 逃脱了零碎和沉重 平常的文字对话 竟也慢慢有了诗和远方的味道 有清华原子里绚烂的春景 有情人颇浅垂慢的紫藤螺 有处理芯片冷凝失误 被学姐弹了脑壳 有天文学复杂的公式定理 有答辩时教授们苛刻的盘问 有黄石公园的野狼 有北极站的极光 也有沈灵给我看的星 他们课题组 发现了一个星系 距离地球三万多光年 若成像图来看 像是一朵盛放的玫瑰 沈灵说 我们给最中心的星星取了个名字 什么名 说来听听 正值除夕 我没待在宿舍 走在北京繁华空旷的街道上 戴了耳机和沈灵 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 嗯 嗯 她单个往外蹦着字母 在计算机数据语言里 表示未定义或不可表示的值 中心数据 目前我们测量不到 我挑了挑眉 心想 取这个名字的组员 一定被计算机 处理数据折磨疯了 可怜见的 但对我来说 沈灵在除夕夜的最后一分钟告白 这代表你 我愣住 抬头看去 北京城下了雪 分白飘扬 落到鼻尖冰凉凉的 满天飞雪里 我这才意识到 男孩代表了男 这个名字是沈灵提议的 后来她说 希望我绽放如下花 璀璨盛大 永远热烈绚烂 岁月不时 百岁无忧 毕业那年 我和沈灵结婚了 前来道贺的人 里面有萧田 她变得自信开朗 戴着隐形眼镜 笑着对我祝福 她说 她去年进了航天局 跟在一堆大佬后面 问东问西 依旧打篮球 是单位篮球队的先锋 下楼梯时 她替我抱起婚纱裙叶 眼底似乎有泪光闪烁 亲爱的 谢谢你 祝你永远幸福 再后来 由于我学的是机械工程 和萧田参与的项目 居然也有了合作 十几年前 某个晚自习的课后 夜风袭袭 我请着一群少年 吃烧烤露串 那时候 我在愁着如何瞒天过海 他们在愁着 不知通往何处的未来 各有各的愁绪 却依旧嘻嘻哈哈 毕竟前途虽然未卜 但仍有个付出汗水的地方 那时 我对萧田承诺在电视机前蹲守 可我没想到 我会更近距离 围观航天火箭 宏伟的起飞 如此亲身参与 人类伟大的征途 忙完这个项目后 我稍微清闲些许 着手将启明星基金 铺陈到县级以下的乡镇村落 当然也包括我支教了五年的小学 项目会稍微偏向于 贫困家庭的女生一点 因为客观来说 她们更需要援助 我也偶尔会去各地演讲 对着台下那些求知若渴的眼睛 说起我的经历 说起我曾被誉为不可思议的人生 说起我曾想茫然百烂的订婚现场 说起我曾满身泥泞 遍体鳞伤 以为人生就此为止 但我最终都会说到 直到高考分数那晚 奔跑在夏夜温风里的畅快淋漓 我摆脱了枷锁 我挣脱了束缚 我用泪水 一点点沾起残缺破损的翅膀 我成功了 继续